好了 结果成功参目之后 曾经VGEN又见面了 那做了些什么啊 辉哥 都挺忙 因为花了很多时间 我家里人都去了两个 两三个的event 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在Canada Day那一天 我自己去了监制 看别人去唱国歌 挺特别的 最初我那个朋友就在Danceville那里 我以为是在户外 塗太阳油 做好事情 室内的 怎知道是室内的 有冷气的 那就OK的 145 因为145岁 所以他安排了145个人 在那里 11点钟去登记 12点钟才正式 然后搞到1点钟 又有个委员讲话 省委员讲话 一会有法官讲话 通常法官讲话 我最喜欢听的 因为很有启发性 因为经常都会跟你说 用去对着那些新移民 你这么辛苦 大家在截不透国家 有些是难民 是吧 有些是什么 有些是什么 终于到今天 你就可以成为加拿大人 不要忘记 你有权利的 就是要投票了 其实他讲话都是那些 就是告诉你 你现在是加拿大人 你要很骄傲 因为在全世界 不是很多地方像加拿大人 像加拿大那样的 你现在做了公民 要尽你的权利 我们也能享有很多的权 而是 其他国家是很难才有的 没错 所以你要珍惜 我很喜欢再次 remind 一下 refresh一下 很inspire 但是我想问 有些人有没有像别人的毕业生 一到翠炎之后 没东西就扔了 没东西就扔了 即是欢呼 欢呼 拍手 你看到他有没有那些真的不懂得唱的 没有 因为他全部印给你 全部印给你自己看着 而且有一件很特别的 就是你要宣誓的时候 他真的有人看着你的嘴里有没有动 在 solemnly swear 是的 因为原来你那个宣誓 虽然145人都会站着 但是他真的有一个人看着你 有没有动 你一没有动 就disqualify你 哦 是 因为他原来宣誓的东西是很严肃的 也不敢说神圣 但是很严肃的东西 后来我回到家 就看到原来有些人不肯宣誓 因为原来在宣誓的誓词里面 你要效忠英女王 有些人觉得是英女王的时代 是有种族的歧视 英女王也代表了帝王主义 也不是人人平等 就是不平等 所以有一些维权律师 在加拿大 他自己 他自己 入不了职 因为他一直上诉 就是说我要入职 因为我已经住了不知几年了 即是四十几五十年了 他已经辉了 但是他肯定是不肯去做宣誓 因为他有英女王在里面 一直在乱了 他自己一个律师 是一个维权律师 他辉了四十年 他现在有盈政 剩下一年多 终于我看到最新消息就是说 政府说OK了 我们给一个 不用你宣誓 我们特赛 特赛 又不是特赛 他可以给你不宣誓 而给你入职 但是他一生里面 他用了四十多年 在加拿大 用了四十多年的时间 去挥挥不了 要留死 人家在加拿大就说 我真的想起 美国最近有一宗官司 在加拿大 在说那个安乐死的事情 又是好像 去到最后 这件事好像有些代表性 不过我想 他这个叫特别的case 就是以个别例子 去处理 是的 就是着情权 着情权 又代表些什么呢 其实又令我 又有些事情想想 看到香港游行 各个为了什么 这边就欢呼 每个人7月1日 真的放很多 香港都 我们认识的朋友当中 也有很多人去游行 有的 所以其实我经常都不明白 警方说六万多 游行就是四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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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又怎样呢 那我那天 就星期日 那天我就去了 Richmond Green 就参加了加拿大日 天花啦 又有opening 是的 opening我去不了 因为我看监制 那我就 下午两三点 就去 人家每个都在看球的时候 我就去 小朋友就在那里玩 那我就见到孝哥 那我就祝孝哥生日快乐 特意 他有个团口在那 是吧 那我就跟孝哥说 那我听一下 突然孝哥我生日电话响 那我香港朋友打了来 那我想都是祝他生日快乐的了 那跟着 有什么啊 啊游行啊 那就是那些 有几个人啊 那跟着 那我 somehow 我又不是想偷听人 讲电话的 那他很大声 很大声 他很豪 那他就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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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在那里说 嘿 店子六万多啊 我就是看电视 也知道四十多了 那我下哥一说 我不敢说声 那我就得知 那资料 我想大家拿个评论 你四十万 和六万 四十六加乏 那你也二十多了 也有二十多万的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有个朋友出来 哈哈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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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